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子 苹果终于熟了 大家心心念念好久了 先大概看一下 漂亮不 红通一片 因为我们这边的苹果树 一旦到这个双酱左右的时间 这树上的叶子都落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觉得苹果 只有过了双酱的苹果才好吃 我们这边好多家 基本上都是在双酱之前就把苹果卖了 但是呢 我非要让我家的苹果等到双酱之后 因为双酱之后它的口感能上去 但是呢 你沾的越迟 还有个啥问题 就是苹果落的越厉害 你看地下 这地下全是落的苹果 就自然落的 落了有多少 一片一片 这多好 不落哈只能买裸布啊 对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那种果汁厂 你只能卖那种 把落下落下去的不好的苹果 只能卖到那里低价买 没办法 这落的太厉害 空洞洞一片 这尝一个 嗯 哇哇 那我尝尝 这水费这脆度 咬了 咬了 一口咬还咬啊 那就是只需往外喷呢 咬的水费往下滴呢 看这苹果的水费多少 好吃 其实我们这边苹果它分一个指甲磨带还有一个磨带 你像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哈 这都是指甲磨带的 大家看到苹果上面里面有一层磨带 看没看到地下 这种黄色的带子 之前这些还套这个纸带呢 他的纸带主要作用就是物理防虫汗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个纸带给套上了 还有这个磨带 再一个作用就是保证苹果的面特别光 看没看到 一眼望去 红红红一片 这个就是 没有套纸带了 它只套了这一层磨带 大家对比一下 这很明显一种对比出来 大家看一下整体这个亮度 包括它的面 红柱肯定都不如指甲磨带 指甲磨带红柱东西看多漂亮 但是能套了这个纸带之后 那成本增加多少 做的一片 我只能买果纸肠 果其实是好果就在落了 苹果其实是好果 就是落了 可惜了 你摔下来你看 一个裤子 你不能就是买果纸肠 就不能走上天 嗯 太可惜了 还有大家能看到没有 就是整个果园 破的全是这种反光膜 这个反光膜的作用就是什么 能把这个纸带 沾了之后 然后因为太阳它是从上往下照的 然后让它通过这种反光把下面的苹果让它也让它晒上太阳 让它上色 所以说 苹果管理起来其实很麻烦的 你像我们家的种了多少年苹果说 而且像苹果 图字也大 一个上面这一层磨袋 还有一层纸袋 还有套的时候 因为苹果你的一个一个去套 那人工正常也贵的 但是总体能换下来这么好的口感 我觉得也值 让我妈尝一下 这个苹果有水链纹 这种苹果最好吃 它有水链纹 一年一年一年 这 再 一年 好 这 好呀 费配难过 嗯 像我们这边基本上加加户中的都是苹果树 上面 多少苹果树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 就像我说的 记不得的梦想我 可梦不就得了 为自己的脸上 心愿上色 先把海涂上新闻的颜色 下一个吧 工程们就不是目的 让自己快乐快乐 这才叫做 一